帥小华 是 夺命勞松這個節目 未奪觀眾命 先奪主持人的命 那當然吧 兩個多小時的節目 整天都比你做到三個多小時 都不肯收 還有,中間主持人沒有打開 洗手機都沒有去 於是就要先奪了我們 三個多小時的節目 主持人的腎臟功能的命 接著就奪了觀眾的Data Plan的命 一個節目就燒了一個月的Plan了 對,那怎麼辦呢? 我決定了,奪命Low Song要改革 是 對了,要打破網台的紀錄 啊?你想搞什麼? 一集做四個小時 嘩,這麼拿名? 大家同不同意嗎? 第一,就是對於任何現在的朋友的建議 包括如何處理我,留不留在這個委員會 我還是會聽和考慮 我對這個位置其實也沒有什麼留戀 只不過大家明白閉門會議還是進行當中 我也尊重委員會 至於剛才你提到的問題 第一,絕對沒有任何牽涉任何的利益衝突 什麼收受利益,這些一定要講清楚 絕對是沒有 因為如果是這樣,就違法了 我已經再三強調 我的處理是合乎一切的議事規則 合乎法律 沒有半點任何的違法 好了,終於回到來 因為剛才YouTube有些技術故障 都不知道是不是Wonder Cry 喂,上個星期又是 Wonder Cry 我想Wonder Cry就是周浩鼎 不是黑客勒索軟件 剛才看到周浩鼎躲藏兩天後出來 今天終於上演公關大災難了 之前說到入政題之前 先交代一下周老闆 周老闆就失望 你知道他現在背了很多公職在身 所以要兼顧 要不斷鞏固 下一屆四年後 拿回文化界工人組別的位置 周老闆 你又失望了 又失望了 這位小弟帶來的一瓶酒 先介紹一下 這個頂之淚敵 神之水敵的小弟 你立刻改名 頂之淚敵 我們開酒也是為了慶祝一下 當然要慶祝一下 這瓶酒是拿菲家族 雖然我不想叫拿菲 但我發出他的名字 Roschar 很難發音 學大陸佬發音 是他的家族經營的酒莊 當然拿菲是經營很多酒莊 不僅僅在法國 在南非全世界 大陸也有拿菲的酒莊 經營的酒莊 所以不足為奇 不要聽到拿菲就一定是好 但這瓶酒有些故事 就是什麼呢 這瓶叫Satour des Loris 就是法國外交部 要來招待外賓的酒 所以今天 細良 憶你 這瓶酒 奧巴馬喝過 你可以跟別人聲稱 我喝過一瓶酒 是奧巴馬喝過的 你不要老點我 你當我是傻的 逢親政府招待外賓 那些都是流東西 大陸佬一帶一路研討會 用什麼酒來招呼 這些萬邦來朝的普京 一群惡棍的樣子 你看到走進去的時候 拍黑幫片 那些造型 全部都是入營入隔的 那是什麼呢 是張遇乾雄 還有長城乾雄 所以你不要以為 政府拿來招呼人家 一定是好事才行 這個有原因的 細良是說得對的 當我這麼說的時候 其實你也知道這瓶酒不會貴 因為人特別是西方國家 對於酒水那方面的價格 就是用公帑 用公帑控制得很嚴謹 不能太奢侈 不能太奢侈 但是也不會太差 這瓶酒呢 老實說是三塊多的 我覺得是價錢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他會拿來招待貴賓呢 因為 這瓶酒如果你要做餐酒 就非常之不錯 是啊 我覺得今天開酒就適合 但是少了一些音樂 小鳳姐又不在 哈哈 剛才那條影片 大家都知道 阿鼎的影片 周浩鼎這條彈散 水鬼星成王 大家都看著他什麼時候就跛直了 結果就是 這個叫做蠢人 永遠都做蠢事 就是來自民建聯的元老 曾育成的根據 是蠢人一定會做蠢事 周浩鼎自從成為青年民建聯主席 其實在林林上面之後 林林就是副主席 這個就是私仇 沒有沒有 他被人說覺得你是私怨 沒有沒有 去年竟然 首先講一講他 之前之前 很多人對他的背景不太熟悉 因為這個背景出身 直接影響到他這次為什麼會這樣做 而這件事的性質 也不只是建制派和梁振英打龍通那麼簡單 你不要這麼快講梁振英和他的關係 如果你要講他的歷史 先開了歷史的時候 我就覺得要先講他究竟 如何開始從政 第一件事首先 是二零最後一屆的區議會委任 就是2006年 其實委任了他來到一個區議會 很奇怪 這個人突然間好像石爆出來 但原來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當時是新世界發展的 公司的秘書 顧問秘書 顧問律師 是 好了 當時已經傳出 這是新世界推進去的 為什麼是離島區呢 因為新世界當時 也對大嶼山的發展很有興趣 當然 大嶼山也是梁振英 所謂的自己的卑別 因為這件事曾經是廉署 曾經是廉署 有人被告到廉署的 這件事 即是國安時候 你真厲害 周浩鼎 一出來就被人開花了 就開廉署 一開波就已經開花了 所以看到這個人本身 都是很嚴重的 但是他就在民建聯裡面的 這個重點栽培的人物 重點栽培 因為做得青年民建聯的主席 即是會上去第一線 後來他就做了民建聯副主席 現在就是民建聯副主席 話說 大家聽到他的名字最多 就是上一次 楊岳橋 保存 梁天琦保存那次 是的 周浩鼎 一萬票就輸了給楊岳橋 一萬票你不要看 你不要以為輸給楊岳橋 一萬票那麽少 其實是因為其中有六萬票去了梁天琦 梁天琦 另外有部份譚耀宗 埋怨黃繩智搶票不力 是的 誰知道 這個特藥智超人 本身想搶多些 想搶多些楊岳橋的傳統繁文票 誰知道搶了周浩鼎的票 可以這樣說 其實當時是謹敗的 話說之後傳出 周浩鼎會接替民建聯的大佬黃定光 在進出口界 黃定光大家都知道 他最出名的一個團體就是中出 中華進出口總 你不要笑才行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經常發口 經常發口 其實他代表中出的 其實是 當時就說把委會交給周浩鼎 話說在一次建制派的宴會上 梁振英竟然跟當時的建制派大佬 民建聯的幾個老屁股就說 他說阿鼎這麼好口才 人也這麼高能 剛才你們看到的影片也知道 對 你也知道 梁振英竟然 在2015年尾 竟然已經幫周浩鼎說項 其實為何不安排周浩鼎選超級區議會 更上一層樓 比他更上一層樓 你知道了 新世界梁振英 周浩鼎 你要記住 是梁振英幫周浩鼎背書 去選超區 結果誰讓位給他 死去的那個叫誰 亡國興 亡國興 我一天撞到他 整個七十歲 很厲害 以前在立法會真的不覺得他這麼老 你撞到他 在街上見到他 他有沒有跌倒 沒有 撞到他 撞死他 整個人都借了 因為左派 基本上你沒有位置 就沒有人展示你 他們是很厲害的 所以亡國興 憤憤不平的原因是什麼 竟然因為梁振英插手 這個民建聯內部的選舉策略 就扶植周浩鼎巡超級區議會上去 他們拿了個位置 這件事反映 那個是鐵票 記住 那個絕對是中聯辦鐵票 可以保送上去的位置 特別是這個 所謂超級區議會 肯定是全港的一種配票系統 一定是全港配票系統 好了 大家想想想 梁振英全港配票系統中聯辦 都要全港配票系統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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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想而知 周浩鼎絕對不是民建聯可以駕馭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和李慧琼也是一樣 根本連現在的民建聯主席 都是直屬於中聯辦 所以我有一個概念提出給大家想想 就是現在的所謂建制派 其實不是本土建制派 因為背後 以前你說民建聯四大天王 陳婉嫻 譚耀宗 程介南 曾玉成的年代 大家從70年代已經開始聽他們的名字 所以那些叫做本土左派 現在這些叫做非本土左派 是由中聯辦控制的建制派的新一代 而且是突然之間爆石爆出來 例如這個時間停頓的容海恩 也是突然之間爆出來 容海恩也是一樣和周浩鼎一樣 就是要犧牲鄧家彪 也是工聯會的 王國興這些叫做本土左派 現在這些叫做空降左派 名義上香港出生或者香港受教育 但是實際上後面的權力來源 其實是來自西環 這些人其實和本土左派最大的差別 這些人是唯命是從 你可以用一個字去形容叫做狗 基本上和本土左派很不一樣 或者加多一個酒就叫做狗 喝酒就叫狗 運命度 本土左派因為他自己本身組織力 有一定的地方組織力 他可以不聽中聯辦說 所以你看到現在周浩鼎 其實那些人還說這次事件 他是不是獲得什麼政治好處 我告訴你 是跟他不會有政治協商 不會說你如果幫我做這件事 我給你什麼好處 因為為什麼 你根本只可以聽話你沒有選擇 因為你的位置是誰給你 是中聯辦給你的 中聯辦是你奶媽 就是說你沒有中聯辦就沒有今天 所以你不用看為什麼選周浩鼎做這件事 是因為周浩鼎沒有選擇 就是一定要做的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人形蜈蚣 很重的 就是一個變態人將那些人 就是虐待的 將它串起來 就是一條蜈蚣 就是你的肛門就是我的嘴 把他串起來 很重的 就是串成一條蜈蚣 像食物鏈一樣 我告訴你 這條就叫做建制派的人形蜈蚣 就是說中聯辦、梁振英、民建聯的區議員 他的殼叫做民建聯 記住 這是殼 這個好像異形一樣 入侵了身體裡面 其實那個是殼 實際上他的權力來源是中聯辦 當他同一個老闆的時候 即是說他要吃契哥的屎 他是沒有可能說不 契哥叫你做事你就要做 他跟梁振英的關係應該是契哥和契弟弟的關係 就是沒得說不 所以楊岳橋那些說 他會不會有利益輸送 收受了利益 然後給梁振英去改 我覺得 這些我也要站在建制派幫幫忙 民主派這些邏輯罪狀就不對 我覺得是不會的 不是 利益早就給了 是的 是不需要的 因為他跟一個老闆 這個跟然後利益是剛剛調轉的 是不需要的 是沒有延後利益 因為利益早就給了你 等於你的節目經常都說 喂 以前說精英招納精英 現在不是嘛 這班是垃圾 這班垃圾 我因為看到你是聽話 一會兒我先問Jussefer 為什麼我說它是垃圾 它真的是垃圾 然後這班垃圾的時候 如果不是靠中聯辦 它根本沒有可能有今天這個位置 所以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延後利益的 他絕對沒有利益可言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 怎麼說呢 就是他所有得到的政治上的囚容 都是黨安排給他的 黨不是民建聯 記住 黨是共產黨 是共產黨安排給他的 就是說 如果你用黑社會的邏輯去理解 其實是同一個字頭的 他同一個字頭的話 阿公叫你做事 怎麼可能要給你利益呢 如果你每次都跟阿公計算的話 就變成自由黨了 自由黨之所以失寵的原因 就是因為田少爽掃口太精 每次阿公叫他做事 他就問阿公拿東西 不止田大少 老實這麼說 我相信連曾玉成被放棄 都是這個原因 一定是 都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不需要依靠他 你有跟有強 在本土的社會上 你有一定的民亡 甚至有一定的社區的支持 中聯辦一條彈散副主任 是指不動曾玉成的 但是我估計中聯辦 不要說什麼副主任 做一個副部長 那個周浩鼎已經可以 一隻狗爬過來 很明顯的 因為六八九都是這樣的人 你看到 這群人全部由六八九 以至到現在這一群中聯辦 控制的人 全部都是對權力 只要 那樣東西 是一個權力的 symbol 他就會下敗 身體語言都已經寫出來 亦有一個解釋得到的 就是 為何會這麼低水平 在這次事件裏面 大家記住 容凱恩也好 他也好 其實都是反映到 一群低水平的人 才要靠這個方法 去走捷徑 去上位 你看到民建聯裏面 譬如陳克勤 他都要慢慢由區議會 由沙田區議會慢慢做起 還要選過幾屆區議員 這樣上去 李慧琼子也要在九龍城選一個區議會上去 還要曾鈺成去栽培他 但是這個周浩定 基本上就是一個坐火戰勝 橫空出身 還要橫空出身 是甚麼 連老屎忽王國興 日日夜夜寫書法 吃午餐肉 有這麼計劃去對抗 長毛拉布 公在黨國 都要讓路給他 所以這些人自然的能力是有限 這是必然的 如果有能力的話 也不需要走那條路 所以大家會問 為何中聯辦栽培的建制派 一定是拆的呢 我告訴你 又拿周浩鼎來做例子 這個人當時 其實他做區議員 已經被當地居民投訴他 即是說 他做新界東補選的時候 其實當時最多的新聞 就是有關 他所處的區議 即是東沖的位置 那時不是有一個東會城嗎 就因為那個UA戲院 好像是UA戲院 一個人之一間戲院 就是要收收 倒閉 倒閉 不做 這件事 那個拿渣 那個拿渣叫做什麼 突然叫做拿渣的女人 就在這個論壇裏側 周浩鼎 就說 你有沒有幫人揮過 他說 我成功爭取到了 搞定了 後來這件事當然證實為假 然後被當地居民 東沖的居民罵 總而言之這個人 他做區議員 那些人都說 我常常不見你 你去哪 跟你剛才所說的 其他什麼 你說陳克勤那些不同 他就算做區議員 也是一個失敗的區議員 一個懶的區議員 你想想 梁振英幫你背書 強硬要求民建聯 本來由功能組壁 強硬將他奪上去 參加超級區議會 就擠走了工聯會的老臣子王國興 你可想而知 今次打龍通事件 我覺得 實際上就是 他跟一個字頭 吹牛做事 這個不是民建聯與特首辦合計 我覺得 陳克勤也說了 其實他的黨團是不知情的 是不知情的 為什麼呢 除了陳克勤是一個印證之外 你要知道 那個文件當中 叫做CEO 跟著是CE 那部電腦是來自 梁振英本人的電腦 為什麼要用到梁振英本人的電腦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梁振英根本不想任何人知道 包括邱騰華 包括邱騰菲 包括其他所有的劉研等等 我告訴你 我知道 如果特首辦 要指使建制派做事的程序是怎樣的 通常 就會由特首辦主任 即是由邱騰華 去出手 然後他的對口單位 是不會接觸民建聯 或者工聯會的個別議員 他的對口單位 就是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 即是說陳克勤 然後他會把brief out 清楚告訴陳克勤 我想怎樣怎樣 然後陳克勤就會回去 自己用他的方法 去修改那些文件 然後是不會發軟 copy 是用hard copy的形式 交給這個調查委員會 這個就是procedure 所以我也強調一件事 今次阿鼎所做的事 其實說真的 他的老大 是做過很多次的了 是 但是他們有一個規矩 所以陳克勤 為何今天記者好看見他 都受不了他 原因就是這樣 規矩就是要驚 即是說大家建制派都立 不要以為建制派和政府的關係 不是皇帝和太監的奴才關係 建制派都要免 所以他們有一個制度 你是不可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幫你改了 用你的名字發進去 今次這個惡劣的情況 我相信 是連曾鈺成都頂不了 所以陳克勤就說 只是做得沒那麼好 不是說他做得不對 做得沒那麼好 這就是以往的做法 現在就是這樣 你的契哥、契弟弟 兩人在衣櫃搞定 然後就推出來 這就是他們現在的做法 所以說惡劣 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 所以這個做法 不是建制派的那些不乾弟 只是以往的乾弟 都有一個程序的方式 我曾經一出事的時候 我就寫一個例子 我說等於一個女人 跟她的老公說 你滾歸滾 你不要讓我見到 最重要是不要讓我的親戚朋友見到 保留一些顏面給我 那時候成中某富豪離婚 都是搞到那些女明星打電話 去說粗口罵那個大火 沒有臉 還要被人錄音 然後放到周圍 你現在基本上搞到這樣 即是連香港人 你當他們的視覺效果是什麼 你真的當我們沒有到嗎 搞到這麼張揚 不過我說 這次這件事其實是可以隱含著兩樣 第一 剛才我先說 為何要在梁振英的電腦那裡做 是因為她 是不想任何 即是Between 她和周豪鼎 Between他們兩個 即是他們兩個在衣櫃裡面搞 這件事就顯示出 六八九身邊 她都沒有什麼 我告訴你 她很簡單 第一她不相信邱騰華 因為邱騰華 將會出任下一屆 就是奶媽政府的高官 她也不相信其他公務員 包括CEO辦公室內的AO 也不相信她自己的新聞秘書 因為她是新聞處公務員 有一個特別助理 她自己帶進去的 音頻飛 她也不相信 這個是老了 文匯報出身 不是用她的電腦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不用 你叫她去阿鼎辦公室 去阿鼎辦公室 去阿鼎辦公室打應 所以為何躲在衣櫃裡 自己幫她改 還是在她自己的房間 因為那部電腦在她自己的房間 即是她是完全不想任何人知道 是的 所以阿鼎之所以幫助梁振英和她出櫃 很多人說會不會是臥底 其實笑她就當她是臥底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都笑過 民建聯弄了一個Mascot 這個吉祥物出來的頭是二五 這次還承認 頭是有二五這兩個字的 所以大家就乘機笑 但周浩鼎絕對不是臥底 她只不過是臭 整個民建聯弄了 所以陳克勤幫她討論今天 也是一個公關災難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沒有東西隱瞞 如果我們隱瞞的話 我們就不會這樣的方式 傳一個soft copy 我們會印出來 傳一個hard copy 特別去委員會 錯 這件事是因為你臥底 所以才被人抓到應 抓不到 那就是沒有事 這個就等於陳克勤的邏輯 不是代表你是老實 你被我抓奸在床 然後我承認 我是真的跟他通奸 那叫做我沒有說謊嗎 等於很簡單 我是一個強姦犯 我強姦了人之後 被人抓住 抓了我 然後我上庭 或者我去警察落口公 我跟警察說 我光明正大的 然後警察問 你光明正大 他說 是啊 如果不然我怎麼會被你抓到 同等這麼愚蠢的邏輯 出自第二個立法會 民建聯議員 黨團召集人之後 這個叫做邏輯101 這個叫做邏輯101 就是大家 給小孩子學習一下 真的 在這些荒謬劇裡面 起碼除了吃花生之外 學一些邏輯 你犯罪被人抓到 不是因為你理直氣壯 是因為你自己 沒有辦法去逃避 是因為斷正 是因為斷正 我多麼誠實 我沒有逃走 我現在跟他在床上給你 全都見了 你看我多麼誠實 你試試 被老婆捉姦在床 用陳克勤的邏輯 跟老婆解釋 你解得通的話 我給你一個座椅坐 我真的 第二 我沒有什麼隱瞞 你看我衣服都沒有穿 不然我馬上去穿 不然我馬上去穿 馬上去穿內褲 內褲我都不穿 你看我多尊重你 我看我多尊重你 我什麼都沒有違規 這些人 全香港的人 魚弄全香港的人不僅 還要做了壞事 做了這些噁心事 還要到今天 這個時刻 還要用這些偽邏輯去娛弄香港人 你想想 連整個黨 整班人 都是乾弟 麻煩曾鈺誠做些事 叫他們全部跪下 跟香港人道歉 沒有權的 曾鈺誠 剛才那個例子 再補充一句 那個老公還說 你看我多愛你 我戴套的 現在民建聯 無論是民建聯 或者是六八九 稍後再說六八九 他們的邏輯 是去到這麼荒謬的境地 即是說老公出軌 他還可以把他說 說成就是 我是多愛你 因為我即使出軌 幸好 新聞處不發採訪證給網媒 如果我進去的話 我今天那些記者 我真的客氣 你想想 如果陳克勤這樣說 你不真的要奢巴他嗎 你想想 說這麼荒謬的事情 你當我傻 你當我現在在拍《街友喜事》 周星馳都說月經前緊張 吃眼仔 你不是當我傻 不要噴著 你說話下次我不喝 不要噴著 先休息一會 乾脆 好 好